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老龄化这个问题 据调查显示 这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 或将达到5亿 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子女赡养老年人的压力骤增 而老年人由于没有子女的陪伴而感到寂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家政保姆就成为了照顾老人的不二选择 一位负责的保姆 完全有能力将老人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当当 不过现在的保姆行业 似乎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纯了 白天干家务 晚上干雇主 是的 你没听错 这就是读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陪床保姆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保姆是一种很常见的职业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替雇主干一些家务 而陪床保姆则不同 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全新的职能 那就是和男主人同床共诊 提供身体上的服务 一般来说 这种职业的对象是丧偶的孤寡男性 或许有的观众要说了 这种现象伤风败俗 道德败坏 跟包养有什么区别 读者认为 从本质上来说 确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如果男方未婚 女方未嫁 法律上对这种现象 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 陪床保姆最早兴起于 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 金钱催生了各种职业的更新换代 保姆这个职业也不例外 由于家政公司竞争激烈 很多公司就践走偏锋 推出了陪床保姆这个项目 陪床保姆的薪资 远高于其他保姆 目前一些无良的黑中介 已经把陪床保姆 看成自己公司主要拓展的业务 他们一方面对雇主宣称 这些保姆能陪吃陪睡 并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一边对保姆们洗脑 说相处得久了就能一起生活 必须要放得开 要满足雇主的任何需求 以至于这个行业的这种行为 竟然愈演愈烈 最后甚至泛滥成灾 但是工商部门 无法对此中介进行惩处 因为仅仅靠这些中介机构的介绍 无法看出任何端倪 公安部门更是没法管这些东西 因为这种行为不属于非法同居 他们也很难有所行动 然而这样的保姆中介不在少数 为了避免客户们出现异议 他们甚至将提供陪床服务 写到了合同里边 公然招揽顾客 由于利益的趋势和不正当的需求 家政保姆行业越来越乱 曾经有记者伪装成 寻求家政工作的求职者 到某保姆机构了解情况 该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正常保姆要做的日常工作 如洗衣服 打扫卫生 做饭等 月薪三千元左右 但在该工作人员介绍完了之后 突然神情一变 转过头对记者说 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 价格会更高 记者表示疑惑 继续询问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贴身服务 过夜要加价 老爷子怎么开心怎么来 这种价格就比普通保姆要贵 一个月大概四千 该工作人员讲到 这种事不能在合同上明说 因为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经过记者后续的了解发现 提供赔床服务的大多是 离异单身女子 大多都来自农村 或者是下岗工人 年龄则在30岁到40岁之间 当记者问他们 是否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 要跟男主人同床时 这些保姆们竟然说 他们都知道 赔床保姆要比其他的保姆 钱多一点 其实很多老人的子女 也知道这种情况存在 但是自己没有时间照顾老人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据2015年 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 对四川省3000名中老年人的 抽样调查显示 目前 中国60到80岁中老年人 对夜生活的需求 是客观存在的 只有17%的男性 和30%的女性 表示自己完全不需要夜生活 在中国55到61岁的中老年人中 53%的人每月有一次夜生活 有39%的中老年人 可以达到每月三次 可偏偏在普通人的观念里 年长的人就应该无欲无求 多数人心里 中老年人和性是扯不上关系的 所以中老年人的需求 被一再忽略 从年龄上来讲 45到59岁被认定为中老年人 60岁以上 则被定为老年人 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巨变 从非常保守的年代 来到了互联网时代 换句话说 以前拉个手都可能 要被周围人唾沫星子淹死 现在年轻人 发生过关系 都不一定能结婚 时代变了太多 他们也被束缚了太久 需求得不到满足 发声得不到回应 性只是空巢老人面对的 其中一个问题而已 陪床保姆的出现 虽然看起来是为老人 找了一个又能照顾自己起居 又能陪伴自己的人 但以不正当利益为出发点的感情 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这可不是读者乱说 现实的情况中 因为有违 伦常道德 陪床保姆 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有些陪床保姆 进入老年人的生活 目的本来就不纯 想着先培养感情 然后再打入内部 最后趋而带之 读者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例子 江苏一位70岁老教授 就被30岁小保姆骗走了50万 老教授的子女因为工作繁忙 所以经常不在家里 在小保姆李某的照料下 慢慢对他产生了感情 在家中 两人以老公老婆相称 老人也把家里的经济大权交给了李某 没想到李某不但没为老人打理钱财 还开始了高额消费的生活 每天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 买的东西都是名牌货 甚至还把老人的房子抵押出去 换来钱财供自己挥霍 要不是最后被老人的子女识破 恐怕就要掏空老人家底了 还有一位92岁的退休老教师 雇佣了一位35岁的保姆蔡某 蔡某的吸引照料 让老人很满意 一段时间后 蔡某竟然称自己和老人有了感情 想要结婚 一番思索后老人同意了 婚后半个月 老人将自己名下的唯一套房产 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蔡某 房子刚过户 蔡某的态度就变了 她开始长时间地离家 对老人态度也冷漠起来 老人不得不给她汇去了五万块钱 才换回她回家一趟 没想到她刚回家 就对老人拳打脚踢 声称老人有了外遇 经检查 老人身上多处骨折 需要留院治疗 蔡某也被警方拘留 这哪是保姆 分明是骗婚和家暴 这样的例子并不算罕见 有些赔税保姆 会故意出卖身体 藉由此 快速和老人拉近距离 然后趁机推销 甚至是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 赔床保姆的风险在于 他们和老人并没有感情 只是单纯的利益关系 毕竟人为了利益 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有数据显示 2021年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有2.64亿人 占总人口的18.7% 到2050年 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 将达到7900万左右 独居和空巢老年人 将占54%以上 届时 这么多人的养老问题 又将是紧迫且棘手的 或许有的观众会好奇 国外是怎么应对 空巢老人的问题呢 其实有学者早在1983年 就总结了中西方养老模式的差异 西方为接力模式 东方为反馈模式 意思是说 在西方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育 是纯粹的义务付出 在东方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育 和下一代对上一代的赡养 是同等重要的 其差别就在于 子女是否有义务赡养父母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变迁 抚养和赡养之间 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等 介尔自称种种失败感 无力感 但是 西方人对于所谓空巢的接受能力更强 两相对比 他们不会因为空巢而忧伤 更会因为孩子无法独立而苦恼 这是观念认知上的差别 读者常常觉得 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孤独 其实都是小儿科 因为我们还有数不清的明天 和无限可能的未来 但老年人呢 当你一眼能够望见生命尽头的时候 孤独成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最极端的结局 莫过于一个人死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无人知晓 直到发出难闻的气味 这种可怖的景象 已经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出现 在日本 每年有三万人孤零零地死在家中 这种现象被称作孤独死 由此还诞生了一种新型行业 特殊清洁公司 员工被称为孤独死清洁员 也许 对老人们来说 有个能说话的人比金钱更重要 但转念一想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当然 像陪床保姆这样的违法乱象 我们要坚决抵制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 是这背后数千万孤独等死的老年困境 这样的困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 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身上 它无处不在 却不是无法避免 毕竟 在人之间 才叫人间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